墾丁龙盘公园海滩被海巡署发现 两三只海龟搁浅死亡多时 至于搁浅被救起来的海龟 被送到海生馆的动物收容中心救治 根据海洋保育署调查 今年第一季全台有103只海龟通报案 95只是保育类的绿蜥龟 其中58只死亡 19只是被渔业误捕 以流刺网最多 大部分都是渔民在作业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会混货 或者是不小心抓到 有时候是比如说钓鱼的时候也会钓到 此外 鲸豚部分今年也有50只通报案 虽然比去年减少18只 但跟过去三年平均数量相比 仍多出9只 显示搁浅数量有增加趋势 他们会死亡都不会是单一因素 可能有很多包括刚刚提到的环境或海费 或各式各样的环境因素造成的 海保署也不定期配合海巡队出海 巡视海洋垃圾问题 要从统计海洋生物救援状况分析问题 同时也提醒民众 共同维护海洋生态 大爱新闻前新王朝中 高雄屏東综合报导 广各的孩子们公开